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骑士主场迎战篮网,最终,篮网客场102比80由大败骑士,首阶双方比分交替上胜,乐夫连续罚球命中之后,双方17到17打平,之后篮网连的7分,首阶结束之后篮网, 24比17领先7分,第二杰克沃尔,J2,赛克斯顿连续得分,骑士6比0追进比分,但之后乔哈里斯和内皮尔各进3分,之后乐夫发力连得5分,双方再次陷入胶着,半场双方45比45战平,一边在战后哈里斯连得5分,达德利和拉塞尔各进3分, 雷夫特夜上篮命中,篮网一波22比3之后领先了20分,杰莫内皮尔3分命中,篮网83比62结束第三节,第四节提示始终没能追进比分,比赛早早结束,全场比赛, 拉塞尔得到18分8助攻,乔哈里斯16分6篮板,贾里特阿伦10分8篮板, 勒夫特1,0分6篮板4助攻,埃德戴维斯10分10篮板, 即使这边勒夫14分11篮板,胡德10分, TT2分12篮板4助攻,赛克斯顿14分, 克拉克斯14中子得到14分